在咱们开始讲这个代码之前 首先咱们先来看一下 咱们最终要达到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 以及咱们要用的一些训练数据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里打开了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里边有8万多张数据 这些数据就是咱们一会儿要用的那些content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 就是说对于这些content数据 它其实都是一些很普通的数据 都是咱们生活当中 反正都是一些随意的数据 咱们今天要做的只是一个transfer转换 所以说对于content来说 它是什么东西 咱们并不需要去关注 只是说用这些content来去帮咱们完成这样一个网络的模型 主要就是为了构造transfer那个网络 这个就是咱们的数据 可能又有饭又有长领路 斑马人什么 反正什么东西都有 就是汇聚了天下个物 然后咱们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说这会儿还有东西 就是一个imagineNet的VGG的一个19 然后它是一个.mat文件 一会儿刚才咱们是不是说了 在原理的时候说过了 咱们要用这个VGG的网络 然后用它去帮咱们进行一个特征提取 所以说我们先需要下载了一个protrain的一个model 就是一个人家已经训练好的 用imagineNet 然后拿VGG来进行一个分类的一个训练好的一个model 这个是咱们一会儿需要用的 那么在这个data文件夹里 就有咱们的一个train2014 是咱们的一个训练数据 还有咱们的一个imagineNet的一个VGG的一个模型 这两个是一会儿咱们要用的 然后还有文件夹 还有一个文件夹是model 这个model文件夹里边 现在放了几个就是已经训练好的一个model 一会儿咱们会给大家一步一步讲 怎么样训练 怎么样测试 现在咱们先拿这几个model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效果是长什么样子的 首先我打开这样一个style文件 这个style.py就是咱们的一个训练文件 然后还有一个evoluted.py 这个evoluted.py它就是一个测试的图像 我们在这里需要先配置一下东西在预行的时候 这里面如果说你用eglypse 你需要在这里面配置一些参数 如果说你用命令行 你需要把这些参数复制到你的命令行里边 需要配什么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说你需要指定一下 当前你用的是哪个model来进行测试 这回我先随便指定一个model 然后还有一个impath impath就是说你要拿哪张图像 然后来进行一个测试 这里其实咱们有一些测试图像的 就是在这个example里边 example里边有一些content 咱们就拿美国这个一个城市 来进行一个测试 然后把它的名字稍微改一下 CHI然后一个CAGGO 我们就拿这张图像来进行一个测试 然后output path output path就是说 你当前这个style transfer一个结果给它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我们就放在当前的这个位置就好了 现在这里我们看它是没有一个图像 还没有生成出来东西 我先来运行一下 看一看它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的 现在我是用这样一个CPU去训练 用这个CPU去训练 不是用CPU训练 用CPU去跑这样一个测试 其实CPU会稍微慢一些 因为我这个笔记本也是比较老了 都用了四年了 然后呢 如果说大家有CPU的话 用CPU可能瞬间就得完成了 现在我们看这里多了一张图像片吧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就是咱们现在造出来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看起来还不错吧 对于刚才那个城市来说 给它稍微进行了一种变换 进行了一个风格的变换 那现在我再选另外一个模型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运行配置里 我们看这里有个model 这个model已经是训练好的 我们可以指定另外的一个model 比方说指定这个vive吧 我们把这个vive传进来 把它改一下它的参数 它的参数里边的是指定完model 然后呢 它的结尾是CKPT 就是一个拆换的 我给成vive 咱们用第二个model来进行一个变换 就是说每个model 其实咱们训练完的 它只是一种风格 如果说你想做多种测试呢 你需要把这个model多训练几个 然后呢 拿这个model再来跑这样一个模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vive 再等它这个红点一灭 它就会得出来这样一个结果 它的一个 哎呀 在哪去了 在这里 我们看的出没出来 还没出来 运行 现在好了 我再刷新一下 因为我命名是同样的 所以说 它只会保留当前的一个 我应该命名再改一下刚才 然后呢 这回我们看它的风格又发生了变换吧 现在就是 让咱们的一个波浪 当成一个风格了 这个波浪是哪个 是给大家看一下 咱们是有这样一个style 就是拿这个进行训练的 这个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style训练的 然后呢 这个 然后呢 这个东西啊 就是咱们最终啊 那刚才的这个style 进行一个融合之后 它的一个结果 我们看 这是一个style 一些波浪 然后融合完之后呢 它又形成了这个样子 这个东西啊 其实还是蛮好玩的 现在其实呢 在app store里啊 也是有这样一个app 叫做prisma啊 prisma就是做的这个style transfer 这个东西啊 还是蛮有意思的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呢 可以自己啊 训练一些风格 然后拿这些风格呢 实际的测些图片 来实际的玩一玩 那么这个啊 咱们就不一个个去看了 然后这里呢 其实训练好的model啊 一共有几个啊 咱们可以拿训练好的model 直接来玩一玩 在这里呢 我们只需要改变一下参数 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啊 就到了一个 大家可能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咱们该怎么样去实现这个东西 一会儿呢 咱们就要代码一行一行 把这个东西啊 写出来 咱们就要代码一行